中國作家白華1月15號凌晨逝世 他的作品《苦練》 曾被認定為文革傷痕文學的代表作 白華的一生在中共政治運動中沉浮 給我們留下了什麼啟示呢 來看報導 1930年出生的白華 本名陳友華 8歲那年秋天 父親被清華日軍活埋 他從此將革命作為自己的理想 1947年 白華參加中共的軍隊 中共見證後 他逐漸成為知名的部隊作家之一 1957年 27歲的白華被化為右派 他在文章中說 这如同晴天霹靂 因言獲罪 因忠言獲罪 在客觀上 摧毀了大多數中國人心中的誠信 旅居德國的著名女作家徐沛表示 自己也是在反思中共的灌輸之後 才明白 白華那一代知識青年經歷了什麼 我到德國以後 因為六四屠殺 重新反省在大陸接受的中共的灌輸以後 逐漸明白 白華他們這一代 是當年因為抗日 因為愛國誤上了中共的賊船 因為中共當年也是打著抗日的旗號 忽悠了很多熱血青年加入他們的隊伍 反右等政治運動讓知識分子再也不敢多說話 在文革中 白華也備受屈辱折磨 妻子遭到造反派的無鬥 幾乎喪命 1978年 白華獲得平反 但是1980年底 根據白華的電影劇本《苦戀》拍攝的 《太陽和人》送慎後 再度引起風波 《苦戀》被認為是反思文革災難的傷痕文學的代表作之一 電影主角、愛國畫家林辰光 因為逃避國民黨出走海外 中共建政後回國生下女兒 但她在文革十年 報受批鬥迫害 女兒再次走上父親當年的路 被逃避共產黨與男友出走海外 電影中 女兒有句經典對白 1981年全年 中國舉國上下 捲入沸沸揚揚的批苦戀事件 《軍報》說 苦戀批評黨曾犯過的錯誤 這絕不是愛國主義 而是對愛國主義的侮辱 白華被迫檢討 電影在中國大陸被禁至今 她是作為資產階級的精神污染來批判的 由於這個批判的開始 就實際上是鄧小平對知識分子 對有獨立思想 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知識分子 鎮壓的最典型的一個案件 通過白話的經歷 你就可以意識到共產黨害了多少熱血青年 尤其是他愛國的話 因為中共就讓你分不清共產黨和中國 誤導了他們 你看他們那批人被打斷了 脊梁骨 後來都不再說真話了 傷痕文學在大陸也非常斷命 被鄧小平視為哭哭啼啼沒有出息 不過白華沒有停止思考 1989年六四學生運動時 他和王若旺、戴厚英在上海帶頭發起遊行 走在前列 但他等來的是天安門的槍聲和坦克 中共再度禁止民間反思 殺掉敢說真話的人 鄧小平他實際上歷史給他提供了一個 他非常好的把中國帶出一黨獨裁深淵的機會 他不願意走這個機會 他不願喪失他已經到手的權利 所以形成現在的社會冤獄遍地 民不聊生呀 徐沛表示 他非常想知道 白華最後是否意識到愛國究竟是愛什麼 白華曾在文章裡說 自己守望的理想只剩下了一條底線 善良的民眾不再蒙冤 不再蒙羞 不再蒙騙 但他認為 這條底線在有些地方仍然高不可攀 他生前接受南方都市報訪問時也曾提到 中國的機制運轉得很緩慢 我童年時的嚮往 看來這輩子是看不到了